來 誒你們要注意我發影片不一定就是當天喔 像這個有些都會先拍起來 這個泰國山設施這裡一百隻 不過我這樣檢疫也損失了十多隻 我覺得應該有 就兩個多禮拜 我魚鏡不會馬上貼啦 有時候我拍個影片過幾很多天才會貼 就有空啦有想到 這邊我算暫時 暫時 暫時 應該算都搞定了 像上次影片我說的我分三缸三個治療方法 後來發現一缸有效 就是抓到 三缸會下不同的藥不同的處理方法 就是在抓那個 抓原因是什麼 然後有抓到就改成那個治療方法 差不多已經都搞定了 你看上面這裡 整缸都空的沒有離群的魚 大家全部都湊在這裡 有沒有 這一批總算 賣這個小隻的去補黑獅那一批 然後順便補大隻的三色獅其實 也是 你看我一隻那邊標兩千多還是說 那都沒賺錢 大隻的好像是三十隻還是五十隻我也忘記了 應該是 不知道幾隻啦 反正那邊就快要十萬塊 然後 那個大隻的獅頭 他只要稍微弱勢的時候 別人就會啃他的頭 所以就會被咬死 所以那個 反正至少應該要損失十五隻吧 搞不好是二十隻了 那一批大的 那個一支一千五再加運費 好 他這邊搞定了我們會下樓跟兩缸開賣 就 現在要下樓之前 我想要再給他做一個短時間的短躍浴 其實就是打蟲 我希望能把身上的蟲再洗得更乾淨一點 好 掰掰 就搞定了 下樓我會分兩缸 我現在預計要分兩缸 開賣 然後我會把 甚至我會再挑出一些我覺得最漂亮的另外再放一缸 賣魚其實有時候都這樣子 我前兩天那個直播拍賣的時候 麒麟絲頭一支一百五 那是了錢嗎 直接了一百 啊 因為那個是六七十隻裡面 我大概挑個十幾隻 比較沒有那麼漂亮 而且體型比較小的 那是了錢嗎 我們有一句話叫做探頭 探頭抓中了尾 齁 魚頭最漂亮的你要彈 啊 中那裡抓中的 中那裡就這樣彈 然後了尾 這個還不包括折損的情況下 齁 但是我還是覺得 魚要刀蚊在賣 齁 因為我怕麻煩 因為你們買回去問我說 老闆這隻魚怎麼了 靠杯 我又不會裝傻 裝傻我又裝不下去 齁 好好好 拜拜 不然就學人家就跟你說 下點粗言 然後加溫這樣子 齁 這樣就過了啊 這樣一句話也就過了 齁 有時候 十幾年前 人家教我的一句話到十幾年後 你才體會 人家是 真智慧 齁 應該不是吧 是假智慧真厚黑啊 厚黑學的厚黑 好 好 不多說了 拜拜 每個人每個人做生意的方式 好 拜拜 拜拜